HELLO 大家好,歡迎再次收看Woo的變形金剛放的時間 這是我們第100集的節目 時間占得過很快喔 沒有到那麼快的一個時間 應該說沒想到那麼快我就到達100集了 對,我們從我個人節目的第一集算過來的話 其實根本還不到一年 就從第一集到第一百集這個時間其實完全 因為其實根本沒有到一年了 我沒有想到到一百集的速度會那麼的一個快速 那麼的一個迅速 我本來以為做一百集是一件非常漫長的事情 沒想到不到一年就做完一百集了 這個令我也還挺驚訝的 那這一集就一百集嘛 算自己慶祝一下 我不是只那種耶一百集的那種很白色慶祝 好啦,就算慶祝一下 那就自己恭喜自己一下到一百集了 那,嗯,就這一集的話 就以一個雜談的一個型態 來跟各位做這集節目吧 就,特集,算是一個特集 那這一集就不露臉 反正也有點累,不太想要露臉 OK,有很多種原因了喔 那,就,最後我是決定不露臉了喔 一百集不露臉了 反正,之前也露過臉了 大家也看過我大概的一個長相了 所以,不是很,呃,這一次一百集特集就不打算露臉了啦喔 好,那就,一個雜談的一個型態來能夠做一百集嘛 也就自己比較輕鬆一點 讓自己放鬆一下,慶祝一下自己吧 好,那,呃,我個人那麼快速,呃,那麼,就達到一百集的速度那麼快 就不到一年,主要原因應該就是因為現在,呃,最近暑假,放暑假 那放暑假的時間,就,閒時間就,當然就比較多一點 這應該是廢話,呵呵,好啦,那,所以就,影片的一個更新速度 可能就非常的快速,非常的驚人,非常的恐怖喔 OK,那,呃,等暑假過完了可能就不會,呃,影片的一個更新速度可能就不會像現在那麼的恐怖,那麼的 那麼的驚人了,呃,更新的一個速度應該就不會那麼的恐怖了 那,呃,就之後開,暑假結束開學了,就升國中了嘛 所以,當然,時間上,我是說閒時間,那就,當然就比較少一點,就比較少的一個娛樂時間 那,我個人錄影片,就是我的一個娛樂時間 我們舉個,舉幾個例子吧,像我們共產兄 如果有看過,呃,之前的影片,我之前的影片的人應該會有看到過共產兄這號人物 共產兄的話,也是我的好朋友 OK,共產兄就是那個,戴眼鏡頭髮刺刺,然後撞撞的那個,呵呵,好啦,那,他個人的一個,他,他個人的一個娛樂就是,他喜歡打電動,對 尤其是那種,就是,槍戰的那種,有的沒有的,那,呃,我個人的話,其實不太碰電動,其實真的非常少就碰電動 除非是說,同學有來,朋友有來,那,大家想要玩電動,或怎樣,那,不然,我,如果有朋友來要玩,我才會玩啊,不然,平常我自己一個人在家,碰病電量就夠了,我其實不太動電動玩具的,我說的是真的喔,那, 呃,電動玩具有歸有,可是,要不要玩,又是另外一回事,你買了,有可能就這樣放著,放了很久,整個上面都糟糕了,跟你還是不太去玩它,就是真的,你有是,有歸有啦,可是,你玩不完又是另外一回事,那我是有,可是,沒什麼在玩,就,買著放著,這樣好像有點浪費,OK,反正就,比較少玩啦,基本上,平常自己一個人在家, 就不太玩電動玩具,我,這個人不是很喜歡,玩電動玩具,當然,有些人覺得電動玩具很好玩,可是我找不到電動玩具的一個好玩點,所以,我,不是很喜歡玩電動玩具,真的,我很少碰電動玩具,相信,嗯,認識我的朋友們應該都知道,我這個人其實不太碰電玩的,對,就,大家一起來,可能,大家,玩完了之後無聊, 坐在客廳前面,電視在那邊,才有可能玩,Wii啦,或什麼有的沒有的電動玩具,不然,基本上,我是不太碰電動玩具的,好啦,不要扯那麼遠,OK,那,呃,在這邊喔,剛剛舉例子嘛,舉例子,舉完電動玩具就,就扯太遠了,對不對,啊,像我們攝影師大姐,我習慣叫她大姐,雖然她比我小,小,小一點吧,她小,小我,改天點忘記了,就, 就,習慣叫她大姐,主要是因為她很洽,呵呵,因為今天她沒來嘛,那沒來就給她說她的壞話,哈哈,對啊,就她如果看到我這集應該會馬上,殺過來踹我,有沒有,反正就是這樣吧,那我們攝影師大姐是比較,比較男性化一點,她是比較能跟男生們玩在一起的一個人吧, 那,就,雖然她是女生,可是,玩在一起就比較不會尷尬,就,就,她是比較比較偏向,不是啊,這樣感覺有點奇怪,就,她是比較放得開吧,我也不太清楚啦,就是,她說我們男生玩,其實她並不會覺得尷尬或怎樣,不會僵掉或怎樣,就,我們,如果一起玩,其實,不會冷場,對,這個,就, 就,比較男性化的女生吧,比較,我通常找的都比較男性化的女生嘛,就,男性化的女生,可能才願意來我家吧,哈哈,沒有啦,呵呵,就是這樣子吧,那,我們攝影師大姐,習慣叫她大姐啦,可是她每次,我叫她大姐她都說她不用笑,呵呵,好啦,那就,她,她其實愛看古裝劇,然後連續劇,像個老人一樣,呵呵,沒有啦,不要再罵她了, 嘖,越罵她,怎樣,踹我,踹得越痛,有沒有,所以不要再罵了,呵呵,好啦,就是這樣吧,所以每個人的一個娛樂是不太一樣的,那,我個人的一個娛樂就是,錄影片,錄影片,我非常喜歡錄影片,錄影片的時候我會非常開心,就可以讓我紓壓一下,就比較輕鬆,雖然還是要動嘴巴,對,然後還要動手,還是介紹玩具,並不是,可以完全放鬆,對,可是, 我還是覺得,錄影片是已經非常開心的事情,所以我都把它當成娛樂,我的娛樂時間就是拿來錄影片了,除了錄影片以外,其實其他就,好像就沒有什麼其他的娛樂吧,OK,打球,打球就是另外一回事,打球算運動啦,呵呵,好啦,那,嗯,就是這樣吧,那,在這邊先感謝一下,這幾位,欸,我的,好朋友,非常要好的朋友,呃,呃,呃,第一位就先感謝夠玩兄嘛,夠玩兄之前有來我們家幫忙錄影片啦, 什麼有的沒有的,那,再來就是感謝兩位攝影師,大姐,一位是真的是大姐,一位就是我們,一位真的大姐是姓許,那,我不給他們取綽號啦,因為男生不敢取綽號,女生取得綽號,等一下被揍還怎樣,取得不好聽,等一下被揍還怎樣,所以就,就,就,就不要講出本名,講姓就好了,許,查,查,查, 啊,就,那位是真的是大姐,她比我大,年紀比我大,那,再來就是我們攝影師大姐嘛,對,就,兩位攝影師大姐,一位真的是大姐,一位是比我小,可是習慣叫她大姐,那那位習慣叫她大姐的姓邱,那這邊也不關注她的名字嘛,因為我也不知道該叫他們,什麼綽號,呵,不要等一下亂取綽號,就被他們罵,對,不要自找麻煩, 好,再來的話就是跟我走的最近的一位好朋友,呃,不管是在玩玩具上,還是做什麼事情上,打球上,一大堆有的沒有的事情上,還是看書啦,什麼,有的沒有的,反正做什麼事情,都跟我非常要好,就是我非常非常要好,我最最最要好的一位朋友,OK,從國小一年級就跟我一直同班上來,因為國小一年級,二年級的時候同班,那三年級就應該是要分班了,可是問題就是, 我們都有考國約班嘛,那都考上,那考上之後就同班,那三四五六就不再分班了,國約班就一起這樣上去,然後現在國一了,我保送,他也保送,呵,對,所以就又同一個國中上去,這樣上來又三年了,對不對,多要好的朋友,從一年級開始就,一直上來,那位叫Olet,黑輪,就是那種吃的黑輪,呵呵,好啦,那我們大家也是都叫他黑輪,他自己也叫他黑輪吧,呃, 他是一位,我非常非常要好的朋友,比共和兄還要要好的朋友,OK,那別管那麼多,就先感謝他們幾位吧,那當然,共和的妹妹魚丸也順便感謝一下,雖然說,嗯,因為魚丸年級比較小,有時候來的時候可能,他會很嗨,那嗨就,嗨了就比較麻煩了,呵呵,就怕管不下,就是, 他會,他會有,我是怕,會偷不住場面,就,他就開始吵了,然後怎樣,所以,也算呢,也算感謝,雖然沒有幫到什麼忙吧,那,我們共和兄不太喜歡帶他來,呵呵,因為會很吵,好啦,反正就是這樣吧,那魚丸也謝謝你啦,那就感謝你們這幾位,我的好朋友啊,好,那,這邊講一下, 好啦,呃,我個人其實,呃,我個人零新人入坑的嘛,之前有跟各位提過,我個人,呃,是看完整電影第一集入坑的,然後,呃,我共和兄弟的第一款並將產品就是Transformer的那個,電影第一集,Deluxe Classic, Autobots Jazz,就是博派的爵士喔,雖然他第一集就掛點了,就,被Megatron撕成兩半,下場非常的慘, 那,對,那,非常慘,那那時候我就對Jazz,非常,留下非常印象,呃,留下非常深刻的一個印象,所以,我就選擇,呃,我第一個,呃,購買的並將商品,我就選擇了,Orbots Jazz,那,OK,那,呃,其實我不是一直待在,這個坑裡頭,在我看完,並將第三集之後呢,呃,看完電影之後, 其實我有好一陣子沒有來碰變形金剛,了,OK,好一陣子沒有玩變形金剛了,那一陣子就一直在封,模型啦,封一些有的沒有的東西,但絕對不是封電動,因為我真的對電動沒興趣,這個不曉得為什麼,我對電動,就,興趣是不太大啦,好,不管,OK,那,那,直到變形第四集上一,當我看完電影之後, 哦, Sorry,坑太多,好啦,就,看完電影第四集,然後又想要回來這個坑,那就想要開始收玩具嘛,嗯,就從電影第四,呃,電影第四集上映之後,又回來了這個坑,又開始玩變形金剛玩就好,那,就,為什麼會開始錄影片嘛,先講一下,這個,錄影片主要原因就是,因為,當初看完第四集,電影,然後我就想要買一些玩具嘛,就, 就買了電影第四階的玩具 所以呢 我就想說去Youtube上面找一些 分享影片吧 並將分享影片介紹影片 來做一個買玩具的參考 所以呢 我就打了變形金剛4 這個關鍵詞 進去之後就出現了 呼夫奇社叔叔吧 他叔叔貴的 可是後面加叔叔有點奇怪 所以我們還是講呼夫奇社吧 看到呼夫奇社的影片 那 看完影片當然就買了玩具 那就看完影片 就看完他的影片之後 我就想想說 我好像 我就突然 想自己來錄錄看 分享影片 對 那就開始了 開始來 我就開始錄影片了 然後就一直這樣錄到現在 那OK 就我就想一想就 那好像有幾盞燈 然後一個黑布 一個腳架 一台相機 其實你就可以開始錄影片了 非常簡單的一些 器材一些工具 OK 那所以就想說 欸我好像也可以自己來錄影片 反正這些東西我都有了 所以就 黑布 當然黑布是另外 我來要決定要錄影片才開始買 不然我家不會放一個那麼大的黑布 放一個那麼大的黑布幹嘛 放一個燒灰塵啊對不對 好 反正就是這樣吧 那就這樣一直錄到現在 OK 就是主要是因為看護膚器設的影片 所以覺得自己好像可以開始來做影片 就 就 開始就 就想要做那就 開始做了吧 OK 那 嗯 現在我個人的影片絕對不是最好的 絕對不是最好的 畢竟我是一個小朋友嘛對不對 廢話 一個小朋友 我可能絕對不會做得太好啊 影片 介紹上 還是怎樣 就 當然就不會比 呃大人們 還要好一點 就 反正我這個頻道我是錄自己爽 錄自己開心 的 OK 錄起來自己看 就算我現在到了一百集 如果真的都沒人看 都是自己在看 其實我也覺得沒有關係 因為 我本身錄這個影片 我只是想說 欸 就好玩 講自己錄錄看 那 沒講到講一錄就錄到一百集了 OK 就想說自己來錄錄看嘛對不對 那 錄了 就錄到現在了 OK 當然是有人看到啦 對 那就算沒 我是假設 就算現在如果 錄到一百集都沒人看 我也不太會在意 我也覺得沒有關係 OK 那我覺得做影片這件事情 並不是一件簡單的事 但它也絕對不是一件難 非常困難的事情 OK 因為 你必須要有耐心 坐在相機前面 OK 那 你 也要不要一直 卡死或怎樣 OK 對 就 你可能 你可能 大致上要先想好 你這一集要 講些什麼東西 但我個人是不寫稿 對 我不是 我不是看著搞 錄影片 我 因為 其實我個人寫字很慢 所以 我也會懶得去寫 我就想說 反正就 臨場發會 OK 就看當初想到什麼 就講些什麼 OK 當然你是要先想你 你喜不喜歡這個玩具 你可能 但 錄影片前你是需要把玩一下 看一下 OK 這是廢話 好了 那 所以就是這樣子吧 就 錄影片並不是一件簡單的事 也不是一件困難的事 嘛 那 反正就錄到現在了 OK 就 就是 就是這樣子吧 那 呃 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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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在這邊先講一下 這個 講到錄影片要有耐心 這個 這件事情就 令我還挺驚訝 就那兩位攝影師 能夠 有耐心 因為他們兩個對 對變成這樣 其實興趣不大 他們兩個其實 知道變成這樣 可是並沒有玩變成這樣 對 當然 有些女生是 會玩變成這樣 可是他們兩個 並不是 那 他們 願意坐在相機後面 這樣 等我 講完一集 也 令我還挺驚訝的 沒想到他們居然可以做得住 那 也還是挺感謝他們的 OK 那 反正之後 就 就是這樣子吧 那 之後會不會 嗯 再約他們來 這也是一個大問好了 這個 因為 就國中了嘛 時間並不算是特別多 那 不是啊 閒時間並不算是特別多 那 要找到他們 全部都有空 有 剛好有空的時間 也 不是一件 簡單的事情 OK 所以就 看看你還有沒有機會吧 我當然是希望能來 他們能夠再來幫忙 但 希望 並不代表一定可以喔 對 就是這樣子吧 那 就 之後的一個 之後的一個更新速度先給各位提一下 可能 暑假結束後 我的一個影片的一個更新速度就不會像最近那麼快了 OK 那就 這樣子吧 OK 那就 到一百集了 也非常 不敢相信 就這麼快到一百集 不到一年 對不對 有沒有 這個時間 就 因為現在暑假 就時間比較多 就 沒事就錄一片 OK 所以就是這樣子吧 那就 慶祝一下自己到一百集 那也就讓我輕鬆一下 錄個雜潭影片吧 那 嗯 就 錄雜潭影片讓自己輕鬆一下 OK 那今天節目呢 就跟各位 分享出影片結束 好 那現在來觀賞 我們一百零一集見囉 拜拜